如果給影片上的字幕一直都是大家非常投入的問題 我知道有很多人給影片上的字幕會花好幾個小時的時間 非常底下 不過大家別擔心 這期影片我會介紹給你 到目前為止最快速的上字幕的方法 可以讓你在短時間內快速做出非常準確的字幕 給予你非常多時間 哈囉大家好,歡迎歡迎回到我的朋友,我是Gayson 喜歡的規劇頻道就能上達到自己一個人品牌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選全免費的 直接把我旁邊的小鈴鐺打開就能夠接收到最新的通知了 別忘記底下的描述欄也能夠找到很多幾秒小工具 如果沒有下載Premier Pro 我也把下一連結放到底下的描述欄還有評論區 它會有7天的試用期待可以去嘗試一下 在你下載好之後,你要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先為打開了Premier Pro 我導入了一部影片,我把它拖到簡訊區裡面 然後需要選擇右上角、工作區 把它變成字幕和圖形 這邊可以看到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就是轉入序列 然後就是創建新字幕軌 第三個就是從文件導入說明新字幕 我選這個轉入序列 這就是創建轉入文本 所以它會展示一些序列信息 例如序列名稱和序列長度 你可以確定一下 你需要轉入序列是不是這個長度 然後就可以選擇語言 這會提供很多語言供你轉入 另外選擇簡體中文 然後這個就會有音頻分析 選擇第一個就是標記為對話的音頻成績 如果在影片裡面有很多種音效 建議大家喜歡這種選項 但大家可以看到這種選項我們並不能選擇 我們需要進行其他操作 我們選擇取消 然後再選擇工作區 這邊我們選擇音頻 然後這裡我們選擇對話 然後我們再選擇工作區 再選擇字幕圖形 這個時候再選擇轉入序列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我們就可以選擇標記為對話的音頻成績 然後第二個就是音韋正常 它的目論選項是混合 或者是音頻一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只有一個音頻軌道 所以我們選擇音頻一 接下來會有三個選擇 緊轉入從路點到出點 這就是你可以在影片裡面選擇路點和出點 然後緊轉入這些部分 或者說將輸出與現有轉入合併 這個選項就是 如果你影片裡面本身就有字幕 你想在這個基礎上再加入一個字幕 進去混合就可以選擇這個選項 第三個選項就是 識別不同說話者說好的時間 這個情況就適用於 你的影片裡面有不同的人聲 如果說你採訪別人 會有兩個人說話 就可以選擇這個選項 這裡我們什麼都不選擇 選擇轉入 現在就可以看到 它還轉入我的音頻 現在就可以看到 我的音頻就被轉化成了文字 它是一段一段的 我可以選擇這上面的文字 就會跳到特地的時間點 你也可以移動這時間軸 就會跳到文字的部分 你可以雙擊進修改 如果你看到 這上面有哪些翻譯的錯誤 你可以對它進修改 這上面也有搜索欄 你可以搜索特定文字 你如果搜索外輪廓 這會找到字幕裡面的外輪廓 你也可以選擇這個替換按鍵 那麼就可以把外輪廓 替換成其他文字 這裡還會有向上按鍵 還有下向按鍵 就移動到下一段字幕 你也可以選擇這裡拆分區段 也可以選擇這裡合併區段 然後這邊有三點的標誌 就可以導出你的文件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這並不像字幕 我們還需要創建說明性字幕 選這裡 這裡就可以讓我們開始創建字幕 我們選擇第一個 從序列總路創建 字幕預設式 字幕誤認設置 格式字幕 流還有樣式 都選擇無 這裡會有些選項 首先第一個就是最大長度 這裡可以讓你確定 這行字裡面 你最多需要放幾個字 我們選擇少一些 例如15個字 然後你也可以調整一下 最短持續時間 或者是字幕之間的間隔 你也可以選擇你字幕的行數 最後選擇單行 然後我們就可以創建 現在這裡就在創建字幕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剛才的文字 就被創建成了字幕文件 我也可以點擊一下 它就會跳轉到我的字幕文件 雙擊一下 就可以進行修改 我們也可以對字幕進行編輯 例如說我們可以進行裁切 我們可以按住快點C 然後可以點擊這裡切割 就可以把剛才的字幕切割成兩段 然後你可以對著文字進行修改 然後你可以調整字幕出現的時間 可以把它縮短 一顆拉長 非常方便 或者說你可以進行合併 比如選擇這兩段 選擇這裡合併字幕 那麼剛才兩段就合併成了一段字幕 我們也可以調整一下字幕的樣式 在右邊可以調整一下字幕的樣式 比如說可以調整文字的字體 比如說選擇字體 然後調節文字的粗細 調整文字大小 你可以調整一下文字對齊的方式 可以把它放到中間 或者往右 或者往左 一般我們就是往下 然後調整一下文字的顏色 比如剛才這種紅色 也可以對它進行瞄邊 加入一個背景 或者加入一個陰影 都是可以的 如果想單獨輸出字幕的文件 可以點擊這個選項 這個可以讓你導出SRT文件 如果想讓這字幕文件 嵌入到你的影片裡面 我們可以選擇文件 選擇導出 選擇媒體 這裡我們選擇字幕選項 然後選擇導出選項是 將字幕錄製到視頻裡面 這樣的字幕就會嵌入到你視頻裡面 然後就可以導出了 大家是不是覺得 這個上字幕的方法 非常簡單 非常高效 大家都可以去嘗試一下這個方法 最重要就了解 如果使用Premium Pro 可以去抗制晴片 我會主要是晴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贏贊 沒有了解 更多關於Youtube內容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任何共同互動 可以關注IG 在底下描述 你如果找到很多 竟然不要喜歡工具 我們下期見 掰掰